全国官场工人诉讼案一直抗争不断 而立法院设服继未还委员会 今天要求老委会把诉讼案申请 移转管辖到行政庭 但是官场工人连线认为 这样还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老委会向一群官场失业劳工 追讨贷款案还有三百余件在上诉中 上午立法院审查老委会预算 全国官场工人连线也到立法院大门外抗议 要求在争议未解决前 不得解冻预算 最后立委决议有条件解冻 解冻的条件就是老委会 必须将诉讼案申请移转管辖至行政法庭 对于从民事庭要移到行政庭的案子 只要我们在地方法院 法官有任何的裁定 这一部分我们都予利于尊重 我们也就是说我们不会提出抗告 不过官场工人连线表示 三百多件人在进行中的诉讼案 有一百多件 在八月起陆续被民事庭法官 裁定为公法契约 将转送行政法院审理 一百多件还未决 另外的一百多件已经进到了民事法庭 所以这个决议顶多只能影响 审查中未决的近百件 老委会的态度始终消极暧昧 已经被裁定是司法的一百人的话 他还是没救的 承诺说把立法院的决议专给法官 最重要的观念是要老委会自己表态 但他在这个地方就三多 然后不负其任何的政治责任 那我们当然是很失望 非常失望 官场工人连线强调 还是会持续抗争 要求修订就业服务法第24条 使官场工人免于返还全部的贷款 有法源的依据 当然最直接有效的做法 就是老委会主委潘世伟 对官场工人全面策告 记得陈书军陈立峰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